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所改的这一款EV客方舱车 方舱的内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改装成房车或者是办公车 现在呢我们来进入房车的内部 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这个房车呢主要是改一个简单的办公室使用的 所以内饰布局的也就相对简单一些 一进门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加装了两个30升的油箱 这是为了在户外保险器件使用的可以用来储存多的燃油 这里的三个支架是我们进行定制的专门上这种小水壶 车的一进门处呢有两个开关 这是我们车内灯光开关 这我们有个简易的一个吊棍 也可以储存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文件之类的 我们方舱的内部呢安装了一个座椅 这个座椅呢是可以进行折叠的 将它折叠开来以后呢它是一个床铺 这个床铺呢长1米85宽600 是可以容纳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的 我们方舱内部的电路系统主要是集中在这一块 红色的开关呢是总电源开关 大的显示屏是我们的逆边器开关 下面这个小面板呢是我们的库伦机 打开了以后呢它可以显示车内剩余的电量 同时车内也安装了多个插板和点烟器的插口 车内呢我们还配备了一个小型的烧水壶 这个烧水壶呢可以接点烟器进行一个简单的烧水的 车内的窗户呢采用可立材质的一个双层真空窗户 它比较隔音同时也具备了窗纱遮阳的功能 整个窗体呢是可以将它给打开的 方舱内部呢加装了一个顶纸空调 这个空调呢功率非常的大 方舱内呢它是完全够用的 空调制冷制热的温度也可以通过这里的一个小窗口 输入到我们驾驶室的内部 让驾驶室也可以带来一个热风或冷风的输送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款EV克2046的方舱车 非常适合于居家旅行改装成房车 或者是户外办公改装成一个移动的办公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